其實我們現在彭景藝術進入了中階的課程以後 你就要很清楚 我們會從自己有興趣做培育的概念好玩 去欣賞這些彭景藝術的概念 轉化為興趣更濃厚 而且要進入我們要去創作的領域 要很嚴謹的態度去看待這些植物在我們創作之下的自然生態 植物生長原理的了解 當你越了解它的時候才有辦法去創作它出來 所以在中階的課程裡面 你要很清楚你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創作藝術性的這個彭景 已經不是好玩而已 還要進入創作的概念 所以你的每一個創作領域的形態 要非常的嚴謹 去對待所有的美學 還有創作領域的這一些架構出來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 什麼是橫景藝術最重要的第一條件 就是主幹 樹的整個的主幹的形成 從根往上延伸的主幹 到達枝幹 到達分化代枝 到達葉蟲的布局 這一些呢是我們要去探討的 第一個重點主幹 跟各位探討主幹的用力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創作盆景的靈魂 因為沒有好的主幹 沒有辦法依其幹所提醒 所以當你拿到了一個主幹 所以當你拿到了一個主幹 不管他是直立式的 不管他是整個彎曲度的 或者附在石頭上面的 或者他是一個年代久遠的盤曲 所形成的一個主體 這個是我稱之為主幹 這些主體主幹呢 你就如何營造出你想要的 我們大部分都會看到什麼 直立式的塑形 直立式的塑形呢 他整個的成就架構 就是各位 在大戰裡面都會看到彼直而上 所形成的一個 這一種往上延伸 在大戰裡面快速生長的 這一種 看直徑一樣粗細的呢 我們都會把它創作式成 三型 稻哨靶型 而且他的基本架構 在各位行程所看到的 稻哨靶型 他整個呈現出來的灌底 所延伸出來的形態美 就有同一個被切斷了以後 衍生很多的子彈上來 去幻化出 不等邊三角形的象牙式 這個是稻哨靶型的基本架構 如果說他更老一點 他的基本架構更老一點 他會形成有一點點的 往內縮的形態美 這個呢 成就出來的塑形就會變成 我們看到的三型的一個架構 這一些就是依照幹生的比例去創作出來的 最難得的百年老樹的子彈塑型 他的整個的形成架構 所要的條件就會比較嚴謹一點 怎麼樣嚴謹呢 第一個 他本身的條件就是 老化的竹筍般的組結構 這組結構呢 我們要依照他的百年老樹形態 百年老樹的形態去創作他的層次感 然後懸數高度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去延伸他該要有的整體的創作的形態 這就是我們探討的主幹樹形 實力式的創作概念 然後我們再來探討 第二個 我們看到了 模樣木樹形 什麼叫模樣木樹形 他的幹生呢 在大自然是有慢慢延伸 他有一點點彎曲的 這個叫做模樣木樹形 如果他的彎曲比較大的 他變成一個取幹樹形的架構 模樣木樹形呢 他的灌頂一定會在主結構的 我們的主幹的幹基中間 這叫模樣木 取幹樹形呢 他的整個的灌頂 他的主結構延伸下來 垂直下來一定不會在 他的曲度呢 要超過我們實境 我們實際的角度呢 超過45度以上 去做延伸 再來看一下盤曲幹樹形 就是在整個幹生的轉折度 有可能盤到這邊再往這邊延伸 再往另外一側去創作 這一個盤曲幹樹形 很多的 我們看這一顆真薄好了 好不好 這一顆黑松 不是真薄 因為現在盤曲幹最多的就是 真薄 為什麼 他們的創作 整個轉折最多 這一顆是黑松 它的本身的轉折 有斜 然後又轉身變成一個轉折的主幹線條 這樣子盤曲所形成的一個主幹架構 所以這一些呢 就是要如何依照幹生的變化 去布局它的出枝的點 出枝的點 去延伸這一棵樹的樹像的老態 大樹的模樣 這是盤曲幹 斜幹樹形呢 在這裡跟各位探討的就是 你看到一棵樹整個傾斜到旁邊 大部分會形成這樣 表示它的立地環境造就 造就到整棵樹像 所形成的一個不同的姿態 然後我們在布局的當下呢 就要考慮到這一棵樹呢 它本身傾斜到另外一邊 這邊的重量就要加強 讓它不會再因為樹式的重 而加深它的傾斜度 這是斜幹樹形要去控制 我們枝幹的葉蟲的重量 跟布局它的整個空間鎂的方向 有可能如果這一邊做得太重的話 會變成風飄樹形 它的傾斜角度 斜幹樹形的傾斜角度 如果大於30度以上 我們就做斜幹 小於30度以上 就是說它整個跟平面 所形成的角度每 形成了30度以下的話 它要做成風飄樹形 差別在哪裡 剛剛講的斜幹樹形 你著重在平衡重量的重量感 如果你風飄樹形的架構 要看考的就是 它傾斜的角度比較小了以後 這裡 這裡 低於30度角 它變成一個風飄樹形 風飄的架構要有風飾的延伸 整個形態 就是要有被風吹的現象 已經不再平衡樹式的重量 如果這一棵樹 再經過土石流沖刷 然後跌落下來 變成一個懸崖樹形 那整個形態 又不一樣的操作方式 它是用跌落下去的一個現象 去做衍生 換頂 雕垂之背景的概念 去讓懸崖樹形 所以如何將主幹的美 依照主幹的不同 去創作樹形的架構 就是你對盆景藝術 第一個先決條件要去理解的 所以 我講了那麼多的樹形架構 現在 讓你們再看 有森林式的 這個叫做核子 還有 什麼 連根 樹形 還有 豐收 重生 核型 最基本的架構 來 那顆借我一下 重生 就像 我們看到的 這一顆 從一個主幹的頭緒裡面 延伸出多幹 超過五幹以上 叫做蟲生樹型 然後每一隻所幻化出來的枝幹的生長 你看它的不等邊三角形 所幻化出來的跟大自然太陽 在運行從東邊出來西邊下去的 運行的方向造就樹的生長 這個叫做蟲生 有一些你會看到什麼 多幹連著一個根群 然後這棵大樹倒下了以後 它的枝幹往上延伸 成為一個森林式的創作 那個叫做連根 所以連著同樣一條根 成為森林式的創作 什麼叫森林式的核子 就是同樣的樹種 好像布局不同棵樹 布局像一個小森林 那有遠景跟近景的核子概念 這個不一樣的點是 它有多棵種在一起 叫做森林式的核子 這兩個是同一棵 變成多幹樹形的一個森林式架構 所以它有稱之為重生樹形 連根樹形森林式的核子 今天最主要跟各位探討到第一個重點 主幹就是讓你們很清楚 主幹的架構形成這一棵樹 將來你在布局的當下 那麼多的樹形依照幹生不同的變化 你去延伸這一棵林大自然白 青林老樹縮影的 呈現在我們的盆器裡面 去做探究的主題 所以主幹是盆景藝術最重要的一環 主幹也可以讓這一棵樹 能斷定將來你在創作後 它欣賞價值到什麼樣的層級 是最我們該有去重視的環節 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你們要把主幹的這個架構 一定要好好的去判讀出 它是什麼樣的素質結構去創作出來 那才是我們盆景藝術的第一步 那我們今天主幹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們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的人 請在下方按讚 然後分享 然後留言 再來最主要是要開啟小鈴鐺 分享出我們創作盆景的未來 我們共同把盆景藝術創作得越來越好